自由經濟是環境特別條例 在四月一八月 立法院政行初心的時候 那一天主持會議的調委 國民黨的立委黃昭順 在二十一秒的時間時來 就通過三項條文 引起財政黨跟公民團體不罵 今天民間團體開記者會 配平自經區是自三區 是好嗎 活嗎的後面條款 在這裡進行 也進行 這項行政於自經區選前 民間團體批評 自經區是自三區 民間團體批評 自經區是自三區 立法院也不會通過自經區條例 但是去年十一月 經濟保育經濟稅 大家自經來台投資的辦法 規定自經區裡面喜歡輸入 未能受到 現在發言太多 因為是讓國民黨和會部 後面的條例 但是去年十一月 資金區它會變成黑箱服帽 跟黑箱貨帽的後門條款 事連會部學員會簽署 但是民間團體表現 錯案的通過 影響會更大 以農產品來講 那台灣的小農 它將來何氣何重 然後台灣的基本的製造業 的勞工將來怎麼辦 要這幾個有實力的醫院 進一步再撥人力到國際醫療機構去 服務有錢的權貴 所以它不但會撥奪整個健保的資源 我們的醫生 我們的護理 我們的設備 我們的病床 這些都遠比花健保費更加的嚴重 民間團體要求行政議 提出修建版本 不讓光景通過自經區條例 他也批評 政府現在做法 當然是不不法就先受主法 是在走他病宿 除了正式的向行政議 提出的自經區選 和法委要請國法會主委 關注民在此辯論 以上 綜合報導